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说起石狮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辟邪物品 可如果有一天,镇宅的石狮子变成了活物 又有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 寺庙的正对门坐落着两只石狮子 其中母狮子的脚下还轻轻按着自己的小儿子 但随着夜幕降临,一盏一盏的红灯能亮起 小狮子睁开了自己睡意蒙蓉的眼 偷偷地从母亲脚下跑了出来 可是她刚一出来,就碰到了一个鬼魂 这鬼魂看起来凶神恶煞,把她吓了一跳 可等鬼魂想要悄悄溜进寺庙的时候 自己的父母亲就立马站了出来 直接一口火把她烧了个魂灰魄散 他们的职责就是守护这里,保一方平安 而小狮子也只好在自己母亲的要求下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深夜,小狮子听到寺庙里传来一阵响声 她再次偷偷地溜了进去 原来是一只猫在偷吃寺庙里的供瓶 小狮子也想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为名除害 于是她紧紧地拉住了猫咪的尾巴 把她从供瓶桌上拽了下来 不过猫咪显然没有把她当回事 甚至故意恶作性起来 一时间两个人打斗起来 场面不可控制 小狮子不仅撞翻了书桌 还被猫咪砸了一脑门的红灯笼 而旁边的神兽黑龙却依然安然自得地刷着手机 要知道一只小猫咪可不会成什么大气候 这小狮子却叫了针 它非要和猫咪一劫高下 最终不小心撞到了粉质箱的香炉 而猫咪一头撞到了它的身上 在小狮子的灰烟下 猫咪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就在小狮子洋洋得意的时候 它突然看到了又有三只小猫咪围了上来 原来这只猫费尽周折子 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找到食物 就在这时 小狮子看到了一只偷吃食物的老鼠 它兴奋地召唤了猫咪 成功地捉到了老鼠 这下猫咪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从此每天晚上 小狮子都会和小猫咪一起守护着寺苗 也许它的力量十分微薄 可是至少它能够为小猫咪们一家找到食物啊 其实正义没有前后 善良不分大小 只要心中有爱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举动 也足以让大家感动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